講熊貓外交 其實也不只是新中國才做 在抗戰時代已經嘗試做一件事 熊貓正式的名字叫做貓熊 不過後來可能不知由左寫到右 又寫到左 貓熊貓熊 最後變成熊貓 這種熊貓原本是很兇猛的猛獸 可能地理環境的變化 氣候環境的變化 變成雜食類的動物 主要是食素食為主 變得愚愚可愛 凶猛的特性就沒有了 無論是抗戰年代也好 或是新中國政治家 是很有政治頭腦 一下子就鑑別到熊貓這種動物的可愛特質 所以拿牠去推廣作為外交禮物 甚至作為中國動物的象徵 變成整個中國的愛好和平和可愛的形象 由然而生 連荷里活拍卡通片 都用到熊貓來代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 其實這個熊貓外交 或者熊貓文化外交 是相當成功的